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香港的老牌明星 昨天說完薛家燕,大家都很開心 聽到吃蕭鮮肉 我都沒見過,原來家燕姐在網上也是這麼有號召力 很多人都想聽她的八卦新聞 今天會說香港老牌明星 又會說成龍,又會說她的師兄洪金寶 但我最想說其實今天是說黃晶 今天說這班人其實跟顏色有點關係 紅,不只是藍那麼簡單 黃晶就是藍晶 其餘那兩位就是成龍和洪金寶 洪金寶反而挺有人性的 網民大讚 但是成龍也是差不多了 她是中國代言人,看到的 她是很多犯的代言人 她代言親的很多都很大 希望她保持這個功力 近來吳萬達就走了,成龍接受訪問 她說達哥是好東西 她說讚對方完美演繹,只有小角色,沒有小演員 這句說話 她說吳萬達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發揮到最好,演出屬於她的特色 提到吳萬達最後一條微博,說我是中國人 成龍就說 愛國情懷,是刻在我們每個中國人的骨子裡 我相信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夠實際行動影響周圍的人 明星和名人的知名度影響力更加高 更應該做好榜樣 這些是他們意不容辭的責任 看到她是高調繼續撐中的 這些都不出奇 不過又要拿先人來講政治 真是很麻煩 黃色的也是這樣,紅色的也是這樣 大家說完這些都沒什麼意思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論點就是 其實愛國呢 不要說是中國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愛國呢 本身應該是應份做的 是應份的 你在那個國家不愛 就等於你在家裡 在家庭裡不愛 那當然事出必有因 正常來說你一定要愛 大家愛去包容 去建立好社會 但是你不愛呢 為什麼你不愛呢 其實我們是想國家好 我們表現出來 因為某些事情可能被某些組織 三鞍百做了一些罪名給你們 譬如說你們想搞港獨 想造反 又這樣又這樣 這些都是吹的 是吹的 有些人是這樣想 不過這樣想 其實李嘉誠也說過就是不切實際 但是有些人真的不太明白 他不喜歡他就反 其實反也要講能力 我們現在在網台各樣 很多事情都不能說 對不對 我覺得不說不提不理 就已經是做了自己的本分 有些人很高調去說 有多愛又怎樣又怎樣 其實那些 整班人都是賺錢的 好像達哥那樣 整個我是中國人 說真的他們的風氣是要這樣的 他們需要做這些工作 對我來說 我感覺上達哥那些真的是做的 他在微博上發了這個貼 就算他之前97年前 看他的資料 他也是愛國的 但是成龍這次也是消費萬達的 可以說是 因為你們在生 你們依然需要打正的旗號來方便方便 因為我們今天還會說到 梁烈惠 現在叫做梁敬勳 做了抗日英雄 有些人說愛國根本就是工作 對 有些人就是工作 有些人就是真心 不要管 對我來說 我覺得愛國是自發性的 如果你有利益衝突的話 有多愛呢 等於一些夫妻 你說很愛那個男人 很愛很愛 然後說到最後又是分身家 講好處 是不是 那就有一點點沾污了愛這個字 成龍那些 一向都是這樣 講回他的大師兄 大師兄就是大哥大洪金寶 洪金寶為什麼叫大哥大呢 因為成龍叫大哥 洪金寶就是他師兄 大大哥 就叫大哥大 洪金寶發表了一些偉論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是稱讚的 就說他講人話 事緣做一個訪問 一提到政府 洪金寶就慨嘆 香港沒有希望 唯一的希望就是還有空氣可以呼吸一下 其實還有空氣可以呼吸一下 就是告訴你 人還有生命 還是可以有轉機的 這個非常正面的 報道稱 影壇大哥大洪金寶出席電影 邊緣行者開鏡儀式的時候 大讚佩服 香港電影公司在疫情下 仍然能夠開戲拍攝 提及UA 36年都撿軌了 問到會否希望政府幫助電影業呢 洪金寶就慨嘆 人生沒有希望 香港沒有希望 唯一的希望還有空氣呼吸 一提到政府就這樣說了 他就說 電視上看到香港市民的生活感到心酸 坦然我想幫 都幫不了這麼多 唯一能夠幫的 就是陪你們一起流眼淚 唉,真是 是悲觀了一點 是悲觀了一點 看到洪金寶說的話 跟成龍真的差很遠 還愛?愛什麼愛? 那些你又愛? 那些你又不愛? 你的愛這麼分的嗎? 這麼有分別心的嗎? 你的愛 那麼洪金寶真是一個香港人 他看到我們香港搞到這樣 他也有慈悲心 覺得心酸心傷 但成龍又覺得 我們很proud 那些年輕人 香港人 現在每天你聽新聞 政府的施政這麼厲害 作為一個人 都應該有一點點意見 但是不是啊 成龍這些 行 你們什麼都好 好啊 總之我們就是宣傳你好 那麼你這個世界 哪有為一面倒的 你不去把一些人話出來 那麼政府以為自己真的好 是那些小撮人在這裡不滿意 大哥也是這麼說 但是大哥大不是這麼說的 洪金寶 一提到政府都真是 焦了面子 那你就想 誰說人話 誰說鬼話 但是鬼話 往往是受某些人特別喜歡聽的 那也沒辦法 忠然硬是異議的 你不是順著他嗎? 就是這樣 我看到這篇報道 我都覺得 原來洪金寶真的挺好的 再說 這篇報道就不是個個前輩 可以說是 尊重叫你聲前輩 都這麼有人性 那有些網友就發了一篇給我 就說到黃禎 黃禎呢 說了些話 你們評一下你了 他接受環球時報的專訪 他就說 年輕電影人 有一半是迷途羔羊來的 需打擊用政府基金拍反中亂港的電影 報道怎麼說呢 接受黨媒訪問 黃禎指 應打擊用政府基金 民間資金拍反中亂港的電影 就說 2019年 曾發文支持撐警集會 自稱護旗手的親中導演黃禎 日前接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專訪時指 相信未來支持愛國電影工作者的措施會越來越多 亦建議 依法打擊那些利用政府基金和民間資金拍攝反中亂港的電影行為 他又說 自己正曠寫一部反映香港黑暴事情的電影劇本 這些劇本之前都看到有的 我覺得這樣 黃導演 這些擺明廢話 你說要打擊別人用政府基金拍反中亂港的電影 別人拿劇本出來 申請資助 你看到不對勁 你不要批給他 是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現在標籤了年輕人 你覺得年輕人有一半以上就是這樣的 其實你現在是年齡歧視 你不是政治歧視 他那個內容如果有問題 你不要批給他 就是這麼簡單 你把一些年輕的電影人畫了為迷途羔羊 你怎麼這麼傻 你現在是破壞香港的新一代的電影業 標籤了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這些是老屈 這些是老屈 喂 哪有空 有人經常拍一些東西出來 又講一下這個 又講一下那個 其實電影應該是沒有跨的 內容是什麼都可以的 只有你有跨的 你有很多賭片 有很多英雄片 你有黃晶的風格 但是 你在講一堆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入電影這一行 你就已經覺得他是有問題的了 要打擊他們用政府基金拍這些電影 就是告訴你 你們這些年輕人想拍電影 拿資助 政府不會這麼容易批給你 因為他才標籤你 但是別人拍的題材是什麼 別人拍的科研片 別人拍的愛情片 拍什麼拍什麼 都是反映現實 你有你的想法 你黃導演有黃導演的想法 油導演有油導演的想法 但是怎樣 如果你說不讓人拍這些有意識的電影 就是怎樣 所有的電影橋段就要加一些 我是一個很愛國的香港人 你這樣我不跟你在一起 那些劇情就想到做什麼 全部都是這樣 你想拍這些不要緊 還有 真的 叫做踢爆你 如果你說這麼愛國 你說要拍什麼 香港黑暴事件 這麼喜歡這些題材 你不要賺錢 你義務 你義演 你講到尾 其實電影又是商業 又是錢 你自己拿錢出來拍 你興趣拍 不就是這樣 你現在是集資 你推這個劇本出來 然後你也是找 找人投資 找些錢回來 就是這樣 你電影就是燒錢的 掛個牌頭出來 就說搞電影 其實事實上 你又不是 黃晶就是出名的 他那些東西有沒有創意 玩過十三章 從八十年代 玩到九十年代 同一招十三章 天王之王二零零二 十三章不算花 這些橋段 你一九八幾年 有部好像是阿叻做的 同一條橋 你那些算是什麼創意 你那些是 夾水而已 找些明星陣容 橋段 劇情那些不重要 做過都行 你做這些事情 我們知道你在做什麼 商業電影 其實我都欣賞黃晶 我欣賞他是 可以用這麼短的時間 做這麼多部作品出來 賺錢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人去學習的 但如果你說 去誣衊年輕人 你們這班人 經常都是這招的 又誣人港獨 又誣人反共 你很多這些事情 總之對立 不是跟你同聲同氣 你就沒有公開 我就說藏你 孤立你 現在黃晶就是 擺明居馬做這些事情 我看到就要發聲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在搞風搞雨 人家申請政府基金拍電影 過不過得 人家寫過劇本大綱 那本有批資金的 學過書的 懂字的 要不要盜你黃導演出來 標籤年輕人 讓他們 本身在一條很難走的路上 更加難走 糟糕 真的 對著這些人 不講粗口也不行 被這些人搞到 本身愛國 應該是自己的情操 搞到就好像一份工一樣 其實你們結了這麼多年錢 都很退休 還說這麼多廢話 小時候 入行 穩穩埋賣 其實說真的 你們都夠了 那你就在想自己 標籤了 年輕人 那麼別人沒得搞 電影行業就沒有了 玩完 不過說真的 我這樣看 香港電影業會玩完 中國的電影業就不會玩完 你看到的 現在中國電影越拍越厲害 但是我 看不過眼 這班以前在香港 賺食的導演 在香港發跡的演員 就是成龍之流 你們以前在香港賺這麼多 賺這麼多 而你們現在上了神台 接著就去剝削年輕人 無論是機會 還是政府的撥款 你都要加一把聲 可能有些人會感覺到 你真的好像很為國家 但是呢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知 你真的這麼愛 麻煩你做的事情 全部義務 你這麼有錢 你還說什麼錢 人家這麼窮 你都要設這麼多規矩給人 看著這班人 有一半以上 全部都是做什麼做什麼 那些人心底不好 再說 愛國是一份工 某些人覺得 梁敬勳 叫梁烈維 近來拍了抗日神片 做男一 厲害了 先打日本仔 之後 打了變種巨網 其實這些我是沒有意見的 你喜歡在哪一個歷史的背景裡面 做任何的創作 基本上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抗日那些更加沒有問題 你說以前侵略中國那些日兵 死都死了九成九 這些是以前的事情 那你喜歡怎樣打飛機 是沒有問題的 你喜歡吹多大都可以 他玩這些變種巨網 OK的 總好過經常看著西遊記 看三角演藝 有些創意 沒所謂的 但不要太肉酸 那些CG 看到梁烈維拍完這個之後 在大陸那邊有人說他什麼 很帥 又說叫他注意安全 好像很受歡迎 會不會梁烈維就是下一個 的士診呢 其實款式有點像 對 其實他之前在香港 做警察也要做個變裝 他穿的軍服也不像 但他現在做軍人的感覺 OK的 OK的 他有一條路可以打回去 他這份工 抗日大英雄 這些身份 應該也行的 如果香港應該就難些了 其實我不知道他壞什麼 我想問一些網友 梁烈維其實是壞什麼的 因為我見他之前幾年前 就算沒有社會運動的時候 他已經是腐皮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有跟他做過事情 但我不覺得他是特別討厭的 另外 我之前有說過 有些是特別討厭的 我都說過了 但是梁烈維究竟是怎樣 梁烈維 梁烈維 你們對他有什麼不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了解多些 我今天說的話就差不多了 我這麼多人來說 我最看不順眼的黃禎 這些人 自己賺到盡 都一把年多了 還要去剝削年輕人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政治 我跟你說這個行業 你作為一個前輩 是不是需要提攜一下呢 只要你那些什麼女兒 不知道是什麼國家的 真的 拍一些廣產片 廣東話都還沒正 然後又做女主角 人家怎麼傳你那些 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我也不敢亂說 不過 你在這個圈裡面搞什麼 又在搞什麼 我們叫做年輕人 你口中的年輕電影人 都有眼看的 有些人值得尊重 有些人應該被人在網上談論一下